近日,由中国新闻社主办的《2018乔新碑全球华侨华人年度评选》在北京举行,美籍华人王春杰因两次送国宝回家,获评《2018全球华侨华人年度人物》称号。 在出席颁奖典礼前,他接受了中兴社记者专访,谈及助推两件在海外丢失近一个世纪的国宝回家时, 美国弗利尔·塞科勒美术馆研究员志工王春杰笑称,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。 我们来讲文物的话,谁都想要让他回去,而且你还能够找到归位的地方。 1947年,王春杰出生于中国台湾,自幼受其父亲熏陶,他从小就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浓厚兴趣。 1979年赴美后,不忘本心的王春杰一直从事书画、篆课研究。 因为他对文物的了解,波多马卡拍卖公司聘请他为顾问,帮助梳理收藏家送拍的文物。 2013年6月,某收藏家向王春杰所在的拍卖公司送来一尊菩萨头像,这是王春杰与国宝的第一次相遇。 差一点都不行的,比如说我去做医工,我一个礼拜才去一次,怎么就那天我在的时候,人家送过来了,让我看到了,是不是,我送过来以后,刚好为什么有一个早期云钢石窟的目录就在桌上了, 我说拿来翻翻看嘛,那又,刚好我又认识山西,那我说,既然这个样,把它搞清楚,我自动跟他讲,我去帮你去查去,是不是,那当然你查如果能够找回来多好啊,所以像这些东西都是,都是缘分的。 竞拍前一晚,王春杰彻夜无眠,为了避嫌,他请太太和一位好友一大早就去拍卖公司竞标,石像一登场,价格就直往上冲,拍卖现场竞争十分激烈,王春杰说,太太当时实在无法考虑什么是合理价位,只是一股脑坚持下去,到最后一锤定案。 跟我竞标的是,纽约的一个房地产商,那做他顾问的,说刚好他那个时候手上这个口袋有缺钱,才被我买到。 2014年,他们将这尊云钢石窟菩萨头像捐赠给山西博物院,经云钢石窟资深研究员查证,确定文物为云钢石窟第十九窟菩萨头像。 2018年,王春杰再度遇得一尊鲜卑族人物头像,凭着经验和直觉,王春杰认为这尊头像与云钢石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所以他当机立断,将其拍下,后经确认这尊人物头像为云钢石窟第七窟一尊天王头像,王春杰再次将其捐赠于山西博物院。 此外,王春杰还致力于在海外推广中国书法,三十多年来,不管是乔校、贵族学校还是落后偏僻的学校都有他的足迹。 好的另外一方面,这几十年,中国崛起了,其实外国人反而对我们的文化兴趣很大,学书法对我来讲是播种。 我们这样子在外面做,在国外做这个事,我其实更希望是国内要赶紧把这件事情加紧的推动起来。 王春杰说,师资以及从小培养孩子的兴趣,对于中国书法的传承至关重要,他会尽其所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。 颁奖典礼上,年与古稀的王春杰特地佩戴了六十年前父亲曾佩戴过的一条领带。 他说,这既是向父亲致敬,亦是希望中国璀璨的文化在海外历久民心,传播更广。